昨天晚上的九点半左右一辆标志轿车在玄武湖隧道新庄往中央路方向狂奔 将隧道内的十多个反光牌和三辆车撞坏 最终呢其中一辆被撞车辆将肇事车辆逼停在了隧道内 记者在玄武湖隧道内看到被撞的反光只是牌部件散落一地 还有不少没被撞掉下来的也只是东倒西歪的挂在墙上 从隧道工作人员了解到当时肇事车辆是为了逃避检查 赵氏车辆一路将反光牌刮倒后又连续撞击了两辆车 最终被撞车辆将肇事车逼停在隧道内 那这起事故呢虽然没有伤到人 不过呢真是够危险的 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杜绝酒驾 谢谢大家